来到有百年历史的大西老街 绝对不能错过卖了150年的油饭 这家油饭天天大排长龙 之所以这么好吃 因为他们加入了特调的酱汁 而且老板坚持得用大锅手工拌炒30分钟 炒出来不仅保持米粒的完整性 而且吃起来软Q不油腻 另外一家已经卖了30多年的汤圆店 特殊的三角外形 不只看起来相当讨喜 端一端的口感 配着咸香的内馅 这些都是在地人推荐的好味道 坐着吃 站着等 到底是什么样的好味道 把满满的人潮统统吸到这里来 原来是为了这个米粒浑原饱满 喷香够味的油饭 配着整碗满满的肉跟汤 还有咸香够味的里脊肉卷 黄金三宝的美味让人一吃难忘 这边感觉是现做的 然后很软 有以前的味道 对 但是主要是很新鲜 食材很新鲜 所以就是好吃在这边 这家位在桃园大溪老街上的油饭老店 从西元1862年开始卖 历经了清末日炬时代 与台湾光复等动荡不安的年代 至今卖了超过150年 已经传承到了第四代 能够紧紧抓住老客人的胃 又吸引新客人不断上门的原因 就是始终不变的老味道 老板娘说油饭要好吃 得特选浊水溪的圆糯米 我们大概会选三至六个月的米 如果你用太新的米 它会比较软 而且炒起来会比较糊 那你如果说用三至六个月的米 它会有弹性 会有Q度 煮到精英剔透的糯米 还得和香菇 虾米 香葱油等等的配料 在大铁锅里用文火手工拌炒 我以前也用过机器 可是炒起来不好吃 它米一定会破坏 那你如果说用手工炒的话 我们一产一产的 尤其这个炒饭要两个人炒 这炒饭炒饭嘛 一个人炒是不好吃的 老板娘用锅铲拌饭 老板在一旁徒手松饭 让米粒完全吸附酱汁的精华 夫妻俩合作无间 加了感情的油饭果然很不一样 不只飘着酱香 还拌着浓浓的人情味 尽管厨房又闷又热 但两个人却是甘之如鱼 最大的乐趣就是 把一锅油饭炒得很好吃 出去外面给客人 说你们油饭好好吃 我们觉得就很欣慰的 炒好的油饭 还要和大西上等的黑毛猪肉 以及桃园复兴香的香菇 一起到蒸笼里做个吃吧 金黄滴透的油饭 粒粒浑原饱满 口感Q弹又带油咬劲 而且越嚼越香 配着软嫩的猪后腿肉 还有咸香的香菇虾米一起入口 软而不油 香而不腻 它比较没有那么油 它的油饭不会像有的吃完以后 碗底很多的油受不了 就是这样 我是觉得很好吃 不会吃起来会反胃油腻 油饭的黄金拍档 是这个用鲨鱼浆裹着猪后腿肉 做成的肉羹汤 零点黑处加点香菜提味后 香气十足 而且整碗肉羹超多 吃起来软嫩又鲜甜 配着用蔬菜熬的高汤 让人一口接一口 除了百年油饭外 来到大西老街 不能错过的还有这家 卖了超过三十年的汤圆店 平均差不多半个月都来一次吧 汤圆没有 蛮Q的 好吃 然后就是再来就是说 它的汤圆 它包的那个馅没有 也不会太咸 假日的生意 好到得包上千颗才够用 包到老板娘的手指关节 都肌腱炎发作 因为比起一般 搓成圆滚滚的外形 捏出三角状更是费功 像我们包圆的 包起来 要结合的时候 它有一搓 它厚度会比较厚 比较厚 煮的时候 旁边熟的只有那一团 比较不容易熟 常常会让客人说 没有熟这样 后来我们有一个阿姨来 她就跟我讲说 你要做生意 不要包圆的 包三角形的 形状做三角形的 它有三个角 它这样比较平均 比较平均就不会说 煮的时候 哪边不会熟 煮到北跑跑又迷腻的汤圆 外皮Q弹又带有糯米的甜味 里头包着油虫爆炒过的三成肉 口味咸但适中 配着大骨熬的汤头 吃来清爽不油腻 无论是飘香百年的油饭 还是坚持手做的三角汤圆 通通料好实在 还多了一份浓浓的在地情感 让大溪老街上 负责有古色补香的建筑 还有让人回味无穷的老味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